大家好,我是楓志祺 就是有透過學妹,她剛好也在紐約 她自己有在經營一個公司,公司叫Gate 她有在幫助亞洲的球員到海外去做訓練 所以就是選擇 麥克跟Antoni這個訓練 就沒有太大的 心情沒有太大的變動 只是覺得就是很新鮮 然後可以就是 因為其實每一年都有計畫在出國去訓練 然後當然紐約也是第一次去嘛 所以心情上會有一點小激動啦 但是沒有太大的就是 覺得我今年去紐約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啊 跟去哪個地方會有什麼不同 球場的話大概基本上就是個人的技術 然後針對訓練師他會去幫你 就是看你的比賽影片 然後幫你就是修正你比賽中的一些動作 然後如果是重量訓練的話 就會有一個也是一個 幫你維持在場上 你動作需要怎麼去發力 或者是怎麼在場上去做一些更好的平衡 他們有透過影片 然後幫我做一些主要是加強膝蓋 然後髮關節 然後還有一些平衡啊核心 然後還有教我怎麼 因為其實我在中國打 然後高個子也比較多 然後他就是有大概教一些 就是怎麼躲 躲避高個子的一些防守 然後你要怎麼去進攻 然後一些腳步 我每年出去训练的话 我其实基本上就是抱持一个 在把自己的技术更进化一点 然后做得更扎实 练得更扎实 然后每一个训练师 大概有不同的 他的训练的过程中 会有不同他 每一个细节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都大同小异 但是就是看训练师怎么去帮你规划 或是计划你在球场上的东西的动作 就是需要加强的 在我这次去纽约训练 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会 专注在我 我在球场上 比如说我膝盖好了 我膝盖会 就是内夹往前傾 但是这次去的时候 训练师有帮我做我唯一调整 就是让我知道我要从哪里开始发力 就是对于我之后往后在球场上或是之后的生涯 就是可能帮助会比较大 就是修正我的动作 我觉得应该说在球场上我可以去透过这次训练 然后训练师跟我说 就是教导一些动作或是在场上 你要怎么去判断 当遇到防守者的时候 说你的进攻该怎么去 就是去判断防守者的 等一下 是很难讲啊 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差啊 就是但是我觉得不见得你去训练的东西会反应在球场上 但是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在球场上反应出来 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去做到这个东西 但是至少你有训练过 你会有这个记忆在你的脑海里 这是你是不经意的会做出一些 Aknip 真的是我去训练的时候会练的东西 台湾有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 我的经纪公司有专门就是有训练师嘛 那就是Brian 然后他我回来台湾基本上修赛季的时候也会多找他 然后但是维持我自己的状态 然后再跟他讨论说 那我今年想要加强哪一个部分 然后他回去也是会很用心的去帮我设计一些训练的计划 从什么都开始啦 就是你在台湾第一次请个群人员 大概是这两年 呃...这两年开始比较频繁 对 在中国有吗 中国...没有 有看到梅网 然后有去参观一些景点啦 然后就是去柳叶必去的地方 然后... 也去看人WNBA吗 对 我们也去看他 还有去看WNBA 然后刚好我的队友也在那里 然后也在纽约 所以就刚好一起去帮他加油这样 然后... 体验完都不一样的啦 然后第一次看WNBA现场 然后也感受不同的文化 就是...在美式球风跟...就是我们亚洲的球风但是...其实差很多 因为美式基本上就是身体的碰撞很多 然后亚洲球员...因为像台湾球员也比较多的是小球的一些变化 小球的战术啊...但是... 美式的就是...身体的接触很多 所以...如果在未来有机会去的话 当然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再... 点得更强重一点 对 当然会啦 虽然年轻大 就是...我觉得打WNBA是最终的目标 因为他... 虽然说... 可能... 机会不是... 机率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至少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让我去try out的话 我觉得... 不管怎样我都会...就是一定会去这样子 然后...有没有成功... 但是其实... 但是至少我有... 前进一步这样 可能刚好状况比较好 应该是说... 就是... 我都出去训练... 但我是把自己... 准备到最好的状态去... 给训练一次训练 不然...就是... 其实... 我...这么... 就是...就是跑这么远去训练 然后...或者是... 呃... 我没有抱持一个很热情的心 然后... 就是我觉得... 没有办法在... 这次的训练中有... 很好的表现 让训练师能看到你 而且更况如果我想要去美国发展的话 但... 你要... 必须表... 表现好的训练师才有办法 可以帮你推荐或是怎么样去... 透过更多管道帮你... 做一些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 训练应该没有分什么成绩的... 球员吧 就是... 你有这个心想要去... 就是... 多多... 让自己... 可以更上... 更上一层楼 更进一步的话 我觉得不管什么成绩的话 你... 都... 都可以去训练 我觉得...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 训练不分成绩啦 然后... 你只要有一颗很热忱的心 不管... 你给谁训练 到哪里去训练 我觉得... 你只要拥有那颗心的话 你到哪里都是... 最好的 你...就是必须... 就是相信自己 然后... 不要想那么多 你出去就是学习 抱着学习的心态 对 哦... 当然是直等啦 不然我跑路我也以为干嘛 哈哈哈... 哈啰大家好 我是彤世琪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去海外做训练 或是交流比赛的话 你们都可以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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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